哈囉大家好我是愛玲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近期愛用的彩妝 以及我近期收集了一些彩妝的新品 順便一起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說我近期愛用彩妝 好像有點多如果拍成一集愛用 然後再加上非彩妝類的愛用品的話可能會太多 我就想說那不如拍成一支影片 然後順便介紹有一點點新品這樣 那我現在臉上的妝容就是用這些愛用品及新品完成的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自己說 那首先粉底液的部分我是使用 BR這一支Less Skin Foundation 然後色號是01號Light Beige 之前在用韓系新品來上妝那支影片有介紹過它 然後如果你還沒看過那支影片的話可以趕快去看一下 那這個粉底液我近期真的非常的喜歡 它的質地算是水潤的 然後我以為一點點稠 但基本上它是水潤的 它在臉上非常的好拍開 你用手推或用美妝蛋都很可以 那我自己用這個色號 我覺得是對我皮膚來說有一點點偏白 但是等待妝時間長一點的時候 它顏色會更吃進去你的皮膚裡面 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的白 它的遮瑕度大概是中等 像是我的雀斑是沒有辦法遮掉的 然後黑眼圈的話就是可以修飾大概一半這樣 我最近這幾天會非常喜歡用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妝效其實還蠻輕薄的 就比較不會給皮膚太大的負擔 再來因為最近法國天氣很冷 這幾天都是0度到5度 然後今天早上還-1度 法國天氣又很乾冷 然後我用這一款都還是很貼妝 重點是我前幾天跟我朋友去山上 山上才0度 而且地上都是雪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在外面玩雪人 就是一直在外面 結果我的妝都還是非常的服貼 我有嚇到就是完全不會有什麼乾裂啊 或乾我 就一樣是好好的在那邊 就只是它剛上上去會有一點點微微的水光 然後你在外面帶妝久了 皮膚變比較乾一點 它的光澤就會慢慢的消失 它最後的一個優點就是 因為它的價錢非常的便宜 好像才台幣大概300塊而已 然後它的容量有50毫升 超級划算 再加上它是這種軟管包裝 如果是旅行帶出去用會非常的方便 大推這個粉底液 再來眉筆的部分 我是用這一支HIMI的 質色眉筆 它是最近新出的新品 然後我才剛上HIMI的影片 那裡有更詳細的介紹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很喜歡這支眉筆的原因 是因為它筆頭非常的細 然後很好描繪眉型的外框 如果你今天是喜歡追求外框 有一點點俐落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這一支會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可以很精準的描繪 再來它這支的筆心是稍微有一點點偏濕偏軟 它不是那種很乾的眉筆 所以它上色度它的顯色度是適中的 不會太過於顯色 然後也不會沒有顏色 那它這支眉筆的部分 我是覺得用起來沒有那麼的舒服 沒有那麼的柔軟 可是不會到難用 整體來說以它一百多塊的價錢 我覺得CP值非常的高 那眼影盤的部分呢 是這兩盤我才剛剛收到的 首先是這一盤 Desic的眼影盤 然後它色號是06號 Snow Blossom 它就是那個雪花盤 然後再來是前一陣子很紅的 Anlecia的眼影盤 色號是02號 Groofy 這兩盤我前天都已經先用過了 我覺得很好用耶 這兩盤 先來看一下Desic的配色好 Desic的配色看起來其實比較沒有那麼的實用 因為它上面這邊是有兩個亮片色 其餘都是珠光色 除了這兩個顏色質地是偏比較霜狀的以外 其他都是珠光色跟兩個亮片色 然後這一盤就沒有霧面色 所以你眼睛很抛的人 你這一盤絕對就不能單用 因為你眼睛會看起來更重 那這盤亮片色這兩個乍看 在彈中看起來好像 一個偏粉一個偏冷掉的白色 但其實刷在手上跟刷在眼睛上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的 然後我覺得這一盤是稍微有一點點飛粉的 那像我用刷子上的話 上下眼影的時候 它是有飛粉飛到臉頰這邊的 那如果用手上的話會比較服貼 那我之前有講過 我之前收的眼影盤 它就是用前兩三次的時候都會飛粉 可是後來三四次之後就比較不會飛粉 我不知道是不是Desic的眼影盤都是這樣 不過Desic眼影盤的粉質都是還蠻好 而且都是很綿密的 尤其我很喜歡它的霜狀質地 霜狀質地的飽和度會再好一點點 那再來這一盤 Aunlessia的眼影盤 它是這種霜色 一個是霧面色 一個是珠光亮片色 那其實我收到的時候 我有一點點嚇到 因為我以為它的霜色眼影是很小的 大概這麼小吧 結果它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可以用很久都用不完 我覺得這一個橘棕色的顏色 就是調得很好很漂亮 然後它下面這個亮片色也是帶有 各種五彩繽紛的閃片在裡面 如果你要拿Desic眼影盤的亮片色 跟Aunlessia的比較的話 Aunlessia這一盤的眼影的亮片顆粒 會更大顆一顆 它就是你站在遠處就可以看到 你的眼影上面很亮 它這盤就是更閃一點 然後這一盤會比較小顆比較細緻一點 我現在刷給你們看 下面這個是Aunlessia 上面這一個是Desic的 有沒有 下面這一個亮片顆粒就比較大顆 然後看起來也比較閃 就這裡就比較低調一點 那我今天的眼妝也是用這兩盤完成的 我們就直接來看眼妝怎麼畫吧 那今天眼影的部分 我是先用Desic眼影盤 中間那一排最左邊的珠光色 打底在眼窩的前半段的部分 然後慢慢的往後帶 再來使用左下角的金棕色 它是有一點霜狀質地的 然後拍在眼睛後段重點色的位置 我是用手指沾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粉會比較貼合 我覺得其實用手暈就很好看 就可以有一種漸層的感覺了 那如果想要邊界好看一點的話 可以拿一支暈染刷暈染邊界 再來我使用Andlesia的霧面橘棕色 也是畫在重點色的位置 這樣眼妝會看起來更有神一點 把魚粉帶到下眼影輕拍 最後使用Desic眼影盤的亮片色打亮在眼中 這個亮片色它是帶有紫色、綠色、金色 各種顏色混在一起的亮片色 最後臥蠶的部分 我是使用Andlesia的臥蠶筆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香檳金色 睫毛膏 睫毛膏我是使用Milk這一支 我很喜歡它是因為它的刷頭還蠻細的 而且可以刷出根根分明的睫毛 而且還蠻絲久也很厚訣竅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一支的 那這一盤的話我自己前天畫的時候也是有搭配一個霧面色 我是用Himi最清楚的眼影盤甜美畫的 就是你可以自行決定你的主色要再加一個粉色啊 再加一個橘色或大地色都可以 就會讓你的眼神看起來比較有重點 因為如果單用這個雖然看起來也是蠻漂亮 可是就會覺得你眼睛好像一整個太閃 太過於珠光 但是加上一個霧面色就會感覺 嗯?好像這個眼影看起來質感有提升喔 總之這兩盤我自己很喜歡 我也還蠻推薦可以入手的 那我今天臥蠶的部分是使用 Anlaysia的這一支眼影棒 它這支的顏色是偏這種香檳金色 我覺得它很好塗 然後又很貼合 因為以往我的臥蠶我都是直接拿眼影盤裡面的珠光色來當臥蠶嘛 那有些它的珠光或是它的亮片不夠密 它就會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稀疏的樣子 那再來你用眼影盤它如果會飛粉的話 它可能還會飛到下面 但是如果用眼影棒的話 它就是很服貼很貼合在你的眼睛上面 而且我覺得它這支帶妝一整天下來幾乎也不太會掉 我這支真的超推 我最近真的每次化妝每次使用它 睫毛膏我是使用mude的 我之前也有介紹過 這一支是一個韓國網美叫做Remy創立的一個品牌 但它的外包裝非常的好看之外呢 它的刷頭也算是蠻細很好操控 而且它可以刷出那種根根分明的睫毛 它的實妝度很不錯 而且也很hold捲翹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有找到一個好用的睫毛膏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可以去試試看他們家的睫毛膏 再來腮紅的部分我是使用HIMI新出的 炫光腮紅色號02號 Ginger Caramel 然後這個也是不久之前的HIMI影片有出現過 我那時候下手有點太重 然後我以前在重新使用它的時候 我是非常輕輕地清掃在顴骨這邊 看它清掃在顴骨這邊我沒有用打亮 看起來很漂亮吧 然後它這一顆珠光也算是蠻細緻的 然後它是有一點焦糖肉桂色的顏色 所以基本上你不管是什麼顏色的膚質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健康肌的話 我覺得用這個顏色可能會看起來很像是 古銅色就是太陽曬下來的時候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光澤的感覺 所以健康肌可能也可以用用看 我覺得應該也會還蠻不錯的 那在使用這一顆的時候就是切記一定要清點 然後看一下刷子取粉多不多 如果還是很多的話建議可以在手上掃勻一下 再拍到臉上 再來唇膏的部分也是我剛出到的新瓶 是Bia最近才剛出的Less Powder Lipstick 它就是粉霧狀的唇膏 然後我買的色號是05號 那這支的顏色是偏有一點點紅棕色 然後你擦上嘴巴會很明顯感覺到它是偏粉霧感 就是真的有像它說的powder 就是有粉粉的感覺 我覺得擦上去還蠻輕薄的 質地不會厚 但是它唇膏的滑順度呢我覺得普通 我覺得滑順度更好的話就是 Maybelline的霧面唇膏或Romaine的霧面唇膏 它們質地都非常的滑 那這支的話就是比它們再差一點點 然後我現在帶妝大概半小時吧 我覺得微微的有一點乾 但是可能是因為我原本嘴唇就很乾的關係 那它顏色的飽和度呢我覺得是中的 它顏色沒有到很重 我覺得比起它的膏體我更喜歡它的包裝 你們看它的包裝 它拿在手上是很有分量感 然後它是偏這種壓克力塑膠 可是它是有重量的 所以是有質感的塑膠 它包裝唯一的缺點就是它裡面這個旋轉的地方 它這裡做的好像有點鬆 然後是整個很塑膠感 裡面很塑膠感 所以就是裡面的質感可能稍微差了一點點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品 以及暗用品分享 希望有燒到你們 因為我覺得這次還蠻燒的吧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還有記得要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